因為現在世界各地公司聘請人或職業培訓 其實他們都會用NBTI的測試 是 我身邊有很多INFJ的朋友 因為ENFP和INFJ是會互給 其實我們這群人是命運的安排 嘩 異人普遍他們的人工其實是會比I人多 就是因為在社會化的過程中 你出來工作 你要迫著發展 你迫著要成為工作上的異人 去跟別人社交 去跟別人合作 但其實心底裡你其實很渴望 是自己一個 無論剛剛找工作 還是想轉行 其實很多人都會用這個NBTI測試 其實現在真的很流行這個測試 去了解自己的性格特質 找一些適合自己的工作 你們有沒有玩過NBTI呢? 今天Podcast請了Simon和欣欣 上來跟我們聊一下NBTI 我知道欣欣本身對NBTI的測試 是很熱愛 可以用熱愛來講嗎? 我是超級有興趣 然後就著手去研究這件事 為什麼你會這麼喜歡NBTI的測試? 這個有些搞笑 其實當時就是因為失戀 我就嘗試用一個切入點 就是怎樣可以挽回這些感情 我通常會上Google不斷尋找 是的 你那時候很失戀的 但是當你知道一個人的NBTI 其實會幫助你人際關係 怎樣去改善和發展 是的 所以就啟蒙了我 去這條NBTI之路 是 多久之前 但是失戀了 這個不要亂說 失戀可以令人進步是真的 成長 那不如可不可以簡單跟我們介紹一下 其實NBTI測試是甚麼呢? 是的 那其實NBTI傳寫 就是這個Meyersburg Type Indicator 其實它就是一個廣泛 在世界各地都使用的一個性格測試 它就是把人的性格分為四個圍道 八個方向和十六種型人格的 它就是從而可以讓你了解自己 探索自己的潛能 還有改善你的人際關係 包括你的友情、親情、愛情 尤其是在職業道向方面 其實都是一個很好的幫助 因為現在其實世界各地 公司請人或者一些職業培訓 其實他們都會用到NBTI的這個測試 是的 本來我自己進入這間公司的時候 都已經要做一個NBTI的測試 現在公司很有前瞻性啊 所以其實 對於這件事都有一點點了解 不過可能也有很多觀眾 未試過做NBTI測試 我們都和大家一起去做個簡易版先 三文都可以和我們一起玩一下這個簡易版 那就是第一 其實你是一個外向還是內向的人呢 那我舉個例子 就是你上班一天了 其實已經很累了 你會偏向去跟朋友去街 大阪人 還是你會想在家裡自己靜靜地呢 嗯 我就會靜靜地 所以內向多一點 是 那欣欣自己呢 我是非常之外向的 哈哈哈 就是你去房間就衝 就是回去找朋友 其實我自己比較喜歡和別人交流 我是很享受和別人聊天 然後出去玩的那個感覺 所以我是很愛向的 其實我也是一個比較愛向的人 我同樣是我覺得收工完 就是那星期五啦 就是HP那些時間 然後就會想和朋友出去喝東西 然後見面 嗯 那你也是Ean 是啊 哎呦很慘 就是Iron 是啊 就是introvert 和extrovert 當然它不只是解外向和內向 它是說人產生能量的方式 可能我們就是Ean 就是要接觸外界 那你才會有Energy 但是Iron 可能它們就需要獨處去儲存Energy 哦 沒錯 也對 那第二個英文字母 就是這個S和N 其實就是你比較重視當下 還是你會想很多未來的可能性 那一陣子有沒有一些問題 是可以讓我們測試一下 是S和N 那有一條簡單的問題 就是當你說起蘋果 你會聯想起什麼 蘋果我會聯想起iPhone 嗯 iPhone 還有蘋果 就是蘋果 很簡單 我只是想到一個蘋果的形象 紅色的 哦 OK 這個結果可能和你們本身做的有些不同 因為通常它這個簡易版 它就是說如果你想起蘋果 你是想起紅色、好吃 就是想起蘋果的樣子 就比較S人一點 就是比較實際一點 然後就是Sense 然後如果你想起 譬如我是N人 我是很重的N 我會馬上想起牛樽、醫生、遠離我 我想到這樣 我會想到很嚴重 我就是N人 我知道你做的Test 其實你是中間的 哦 是啊 所以你可能會想起iPhone 也會想到一些實際的東西 嗯 我們看看第三個字母 其實就是T還是F 就是你是比較感性還是理性一點 可能朋友跟你說 我這次考試不合格 你究竟會跟他說 你下次一定會合格的 OK的 還是你會問他 哪科考試 拿多少分 就是你會著重一些他當下的感受 多一些 還是你會很理性地去問他一些相對的問題 我不是啊 我完全是 我想100%感性 是啊 我真的會先去安慰一下他 很好啊 是不是很好的男人 哈哈 就是感性一點 嗯 我也是 我也是很F 我一定會先安慰他 安慰他先 然後會想一些方法幫他 但就以情感先 我自己是 嗯 所以其實T和F相對上 分別是代表什麼呢 其實F就是feeling 而T就是thinking 就是理性和感性那一部分 就是你做決定的時候 通常 就是可能有些人 就算他口說要理性一點 但他最後做決定的時候 都是行感性派的這樣 嗯 那我們看看最後一個英文字 就是你覺得你自己的生活 是很有系統 很有條理 還是很有彈性呢 例如 我今天就已經計劃好了 我一天的計劃 我列出來 我10點至11點要做什麼 11點至12點要做什麼 還是其實你是會 一去到那一刻 然後比較有彈性的 去調節自己的生活 即是可以打亂你的行程嗎 我是調理的 我是要有個計劃 例如我去旅行 我會有一張checklist 即是要多少條褲 多少件衣服 我是有這件事 對 我是 那你就應該是J J 那就是judging 對 而P人 就是我 我是比較混亂 因為 不只是生活上比較混亂 是說 我是很喜歡 很自由 和很喜歡有很多可能性 所以我是不喜歡 設定一個框框 去跟著工作的人 包括我的時間表 包括我的生活 包括我的未來 所有事情 那就是 perceiving 我們做完這個簡易的test 相信其實觀眾 都有一個自己的簡易版 我們之後就會跟大家 深入去說多一點 關於職場上面 但其實 剛剛我們做這個簡易版 跟你們本身自己做 十六型人格的那個test 結果是否一樣 我就是完全一樣的 Simon呢 我有一點點不同 但我推薦十六那個 因為多一點問問 可以 審判我的角色 當然 因為我們是讓觀眾 大約知道 是什麼 因為那個test 也大約要做十二分鐘左右 所以 比較詳盡 有百多條問題去回答 那你的result是甚麼 我的result 你說的是十六那個 是的 我的result 就是 INFJ 是的 但是本身 恩恩 我們總之 是很熱 我這個MBTI 我也是很久之前已經做過這個test 但是Simon 我們說我們要約 podcast的前幾天 我是昨天前天做的 為什麼你之前沒有聽過這個test 其實我有聽過 我的同事都叫我 喂 Simon 你不如你試試做 我覺得你什麼什麼 我當時不知道 都隨便做 但我已經忘記了當時的回收 直到你們做podcast之前 我就再認真做 所以之前也聽過少少少 我第一次做是我中學的時候 這麼老 因為當時我們要選科 大學 所以當時我們的老師 已經是全部人 就要我們做一次這個test 那麼老師叫 沒錯 所以就是小時候 中學已經接觸過這件事 當時就是十七八歲 到我現在二十七歲 做了十年 我的test是沒有變過的 真的嗎 是的 我入職的時候 三年前左右 我當時做 其實我跟現在的NBTI 是有變過的 是的 不過這個我們可能 之後再說一點 其實我自己的NBTI 到現在就是ENFP 那不是跟I一樣嗎 對 所以我們很明顯 看到其實I和E的分別 現在很多IG的Look Reels 會有很多 I人是怎樣 E人是怎樣 所以你們覺得這件事 其實是否看得出 因為我對這件事 都不太認識 所以我一直都分不出兩件事 哦 那你做完之後 現在有什麼感覺 你說這次這個 我覺得更重 因為有些 我看過Description 他說 INFJ的人 就是有目標的 有抱負 又不會計較名利 總之你完成到 你心目中覺得對的東西 就可以 而且會容易去 用自己的長處去幫助 也不計較什麼 這幾個點 我都覺得很相似 我身邊有很多INFJ的朋友 因為ENFP和INFJ是會互給的 哦 是嗎 所以我們三個坐在那裡 其實我們這幾個人 是命運的安排 哦 OK 然後我身邊 大部分好朋友都是INFJ 而他們都是一些很好的 很甜蜜的人 所以我都很喜歡他們 剛剛Yan有說 自己都是同樣 就是ENFP 其實你認不認識很多身邊的人 因為通常 比如我們整個Department 其實都是很多ENFP 特別是女生 真的嗎 是啊 然後我就覺得 其實ENFP這個人格的人 是不是多數都會是 可能做一些Editor 又或者anchor之類 嗯 ENFP的人 其實通常你會在哪裡見到呢 他們一定不會是 做一些很悶的工作 他們是需要 每天很有挑戰性 可能會見不同的人 或者是很creative的 他們需要一些新的idea去衝擊 他們才不會覺得工作厭惡 不可以做一些重複性的事情 所以為什麼在創意行業方面 會多一點見到他們 但是ENFP呢 其實是不是都佔人口比較多的人 最多不是ENFP 最多是ISFJ ISFJ 是的 通常他們會是些什麼人呢 就是 他們都很難地這樣說 總之你身邊很多朋友都會叫SAPJ 只不過你不是很覺的 等一下 WhatsApp一次過去問他們 你NBTI是什麼 我已經知道我身邊所有朋友的NBTI 我背了 真的嗎 真的極度 人家的男朋友我都會記住 看看他們是否配對 因為很多朋友都會問我 他們之間的問題如何處理 然後我就會用NBTI的角度去幫他們 是的 Simon就是INFJ 一會兒可不可以說一下 其實INFJ是有什麼優點或者缺點 是的 其實INFJ是16型人家裡面最少的人 我們這裡已經有一個了 是的 但是我們ENFP很容易撞到 是的 好像佔大多數 為什麼呢 就是因為你們其實很難向很多人去交心 但是INFJ是很容易會觸碰你的鈕 你就會覺得這個人很容易去接近 所以你就會願意跟他聊天 而INFJ其實就是很好的人 即是自閉一點 是的 其實他們比較封閉自己 還有他們不會願意這麼容易 把心去交給其他人 但是其實他們是一個很深思勢力 而且很樂於助人的人 很關懷別人 但是未必他們口裡會很想表達你的愛意的人 最重要的是他們是一個理想主義者 還有他們會想一些很深層次很靈性的事情 而完全不是公理主義實際的人 是的 這件事是很好的 我自己覺得 你覺得中不中啊 Simon 中啊 譬如沒有不計夠錢 或者名利去做一些自己想 覺得對的事情就會去做 是的 這個OK 中啊 你知道出名的INFJ的人是有什麼嗎 是有Martin Luther 馬德拉 馬德拉 Mother Teresa 即是一些對世界很有影響的人 然後很有抱負的人 是的 但是本身Simon 其實你的職業又在做什麼 我是在醫院做醫務化驗師 哦 這件事很不… INFJ不可以做 是嗎?為什麼 為什麼 我不是很知道做什麼 哦 我講一下吧 其實我們就負責醫院幫病人驗血 大便 小便 的測試 是 幫助醫生診斷他有沒有病 嗯 我想 不多人做的 我昨天上網查看 只有四千多天 哦 所以不多 但是慢慢多人知道 那時候COVID 要驗PCR 就是由我們這個職能做 哦 是的 你流口水驗COVID 就是我們做 因為通常一些化驗 或者一些數據上的東西 會是TJ人 或者TP人 就是TP 就是FJ 所以他們就 因為他們比較理性 而且他們是善於去 執行一些比較系統性 或者一些邏輯性的東西 然後就會做這一類型的工作 因為我們的職工作 需要很有系統 例如每天 可能是很常規性的 但是 你是會做到 做到 是啊 是啊 但是我是另一方面有感性 所以我可以 暫時可以 而且你的工作 會不會是你背後 其實你也是想幫助病人 哇 你有沒有這個想法 也有一點 十幾年前 我自己有個抱負 不是說賺點錢 還是什麼 我試過自己出錢 去在網站做一個網站 那是什麼 就是 因為現在 譬如你去看醫生 醫生叫你做些測試 然後你抽了血 回去複診 醫生就跟你說 嗯 姨詠儀你沒有血 你正常 就可以了 這樣就走 但是你不會知道 結果是怎樣去解釋 那時候我自己覺得 香港的市場沒有這個 沒有一個網站去解釋 那我自己就 做一個網站掛上網 很好 很寶貝 是不是 營運了兩年 但是慢慢工作又多了 嗯 然後hosting又貴 所以就沒有做 兩年左右 但是很好啊 這個想法 很配合你的性格 對 所以我一看到這個角色 我就覺得 挺match 嗯 所以其實我們都看到 性格對於自己的工作 或者職場上 其實都很有關係 其實我們之前都看了一份研究 原來MBTI是職場 對於自己的性格 都是互相有影響的 醫人普遍 他們的薪金 其實是會比I人多 而ENTJ 是傾向收入最高的一群人 一會兒可不可以說一下 其實ENTJ 他們本身是有什麼性格特質 嘩這個厲害了 因為其實我男朋友就是 是的 可以了 講完自己的男朋友 拍對碼頭 因為其實我很了解 是的 的確是 因為她是縱觀我身邊的所有朋友 她是 獲得最多錢 又不可以這樣說 但是她的確是對自己的前途 對自己的未來是很有規劃的人 亦都是很有 有興奮的人 她是知道自己 清晰未來的男徒 是做什麼的人 而且她們是對自己的人生規劃 是非常之有系統的 嗯 然後我作為一個P人 我比較 隨性一點 go with the flow 多一點 我是覺得 哇 我已經交給她了 哈哈 又不要這樣說 我從她身上是會學習到很多東西 通常ENTJ有什麼特質 你很容易表現到 做老闆 做管理 而且他們是管理層 他們很有領導才能 而且他們通常都是成功人士 所以你很容易就會感覺到 她是ENTJ 而且通常是比較強勢 你會在女生的角度 會覺得是霸道總裁 但是有安全感 對 是 淺癮上的安全感 OK 通常她們就是很聰明 而且她們做的決定都是很理性 所以她們做的很多決定 都會令她們容易達到成功的那一部分 所以她們有研究顯示 就是她們通常都會賺得多一點錢 以後拍拖 問問對方 你AVTI是什麼 哈哈 其實你們有覺得性格和收入 是不是真的會有一個關係 我會覺得一半半 Depends行業 譬如她是Sales 或者Agent 她可能外向一點 當然是好一點 但有一些行業 譬如我醫療的 未必有關係 是 就一半半 所以我覺得 收入 反而我覺得 那個性格可能幫助她 會有一個好的reputation 對 而這件事間接影響 她的未來 salary growth 譬如 可能你不計較 可能你 因為有些人會很計較 永兒你的工作 為什麼我這麼多 有些好計較的時候 那就影響你行業的聲譽 對 我覺得會多一點 這個也說得對 而且通常 說她有個研究顯示 就是Ian賺錢 會多過Ian 因為Ian他們可能會比較社交 喜歡跟別人交流 那就可能會多一點合作機會 但其實Ian有一件事很好 但Ian做不到的就是 他們會很容易很專注去做一件事 當一個人很容易專注做一件事 你一定會成功 因為人們會分散所有的注意力出去 對 我們很喜歡每樣都試 那就不太好 而且Ian比較容易進入 那個心漏狀態 什麼是心漏狀態 就是你很容易就會進入 那個workflow 你就不會被任何人打擾 你就可以專注在那裡很多個小時 喂 我啊 對 這件事是很值得學 對 對 是否突然間MVTI可以幫助自己 對 了解自己很多 對 沒錯 你們有沒有試過覺得自己是 好像入錯課 一陣除了現在在做幕前 其實有沒有試過做其他工作 其實不是很適合自己的性格 我自己就沒有 因為我很早就已經知道自己一定是不可以上九五的工作 因為我實在太創不定了 還有我是不可以做重複性的事情 這件事是我很小時候已經知道 所以 嗯 真的很不同 所以我很小時候就知道自己不會去打工 所以我從畢業之後就真的進入了電視台工作 做主持 其實都很吻合我的性格 所以你本身一開始就已經知道自己性格是怎樣 所以你去避免了一些你不喜歡的事情 對 其實 沒錯 你說得很好 對 反而我當時是用排除法的 因為你不會真的很清晰知道自己想成為什麼 但是我知道自己不想做什麼 所以我就把我不想做的職業或方向都排除了 噢 我覺得是 那三文有沒有事 我就畢業到現在都是這個行業 我沒有變過 是啊 我畢業多久呢 欸 不好了 對 不好了 畢業很久 一直都是這個行業 只不過去到不同的公司或醫院做 嗯 但是你覺得自己這份工作很適合 適合啊 可以啊 所以看到某程度上 性格和職業都一定有所掛勾 METI測試是可以讓大家很初步的去了解自己 但是其實 怎樣我們可以去利用METI測試 去發現自己的性格是怎樣 在職場發揮我們最大的優勢呢 一會兒可不可以給我們一些建議 我要給你們建議 我不夠膽啊 哈哈 我的人生是教給你的 真的 人生的月曆都不夠 不夠 例如ENFP 這個性格相對上比較外向 或者我們做事比較彈性的 其實在什麼行業發展會比較好呢 因為ENFP的人 其實他們的想像力 還有他們的創意力是非常之豐富 所以千萬不能埋沒這件事 所以你剛剛說 為什麼你身邊全部都是ENFP 就是因為你們可以做一些工作 例如記者、作家 總之一些創意、作曲 甚至是主持、記者、主播這些 是非常之適合ENFP 以及一些跟別人去打關係 例如PR那些 因為他們是很適合跟別人打交道 亦都很了解 會很容易想到別人知道 他們想要什麼的人 所以一些對別人的工作 相對上是非常適合ENFP 我覺得 那我呢 當然我教給你的了 人生 今天先把事情帶走 你始終是介乎ISFJ和INFJ中間 但是其實我們不如先說INFJ INFJ其實他們通常的人 他們都會做一些 在哪一類型的職業會比較出色 例如社工 我身邊很多INFJ的朋友 他們都會做社工 因為他們很凍識到人的情緒 所以他們可以做一個很好的聽聞 他們都很了解到別人想什麼 另外就是一些社會工作者 就像你剛剛說的 你會幫助別人 你有一個心想去服務大家 所以你會做得很好 另外有些什麼都非常適合 就是作曲作詞 都是很適合 因為他們有自己的世界 他們很著重spiritual的東西 所以他們在這一方面都會發展得很好 但是有沒有說是 例如現在有間公司 要做NBTI的話 其實老闆是偏向會選擇什麼類型的下屬 這件事挺有趣的 就是因為我之前有聽我的朋友說 因為現在很多人都在做 所以他們就叫老闆做 老闆做 然後 然後 然後老闆就有做到一個test 他就是一個INFP 他就在執行力上 或者他們在系統性 一些比較做決策的時候 他們沒有那麼在行 不是他的優勢 所以他特意找回一些ESTJ的同事 就是跟他完全相反 沒錯 因為他就可以用他沒有的一些具備條件 然後去補足他的公司沒有的東西 所以這件事 你為什麼知道自己的NBTI那麼重要 而且你也可以在相應上 找回你是下屬 你想要什麼下屬去幫你 我應該回去叫老闆做 然後我有個朋友 他去上班 他很想想一下 怎樣跟老闆打好關係 然後他就偷偷地去 觀察他的老闆是一個什麼NBTI 然後就對證下陽 挺好 這招挺好 他是一個S人 所以他很實際地要有一個好用途 他幫他老闆做 即是他幫他老闆做 是的 我先嘗試一下 他嘗試研究這件事 我問一點題外話 即是積材意外的東西 其實你剛才說 大家會有一個凹凸的情況出現的時候 其實夫妻之間是否都是這樣 是的 其實情侶、夫妻 NBTI都是一個不錯的指標 通常NBTI都會有說 其實一粒一凸的人格 是比較配合的 然後你就可以互相取長 步短 所以我過往 我想 我不知道 因為以前還沒流行這件事 我嘗試分別我以往的男朋友 NBTI 他們都是INFJ 所以我已經找到一些很配合的本類 當然很多現實的問題未必是好 但其實會令到你覺得 原來當時為何跟他這麼配合 為何會一起 為何會有一個這麼靈魂契合的感覺 即是會有得說 有根據 因為本身已經性格方面 看了你們是否相近 或者已經互補了某些特質 NBTI是否會變 因為其實我自己本身入職的時候 我是一個JD的人 即是我是ENFJ 但我現在就變成E一年 變成P 我不知道是否工作上 因為工作的性質 對 突然間會殺你 然後你就會打亂了你本身的計劃 之後就慢慢變得越來越有彈性 那這件事也挺好 我少一點聽 反而我自己聽 就是很多P人 因為出來社會工作 被迫要變成J人 因為可能他們本身比較隨性 但當你上班的時候 你要跟著系統化去運作的時候 還有你有時間規律 就會變成J 我就是一個例子 但其實NBTI是不會變的 NBTI是一個原廠設定 它是說你本來偏向你 就是會習慣性去運用哪一個功能 所以你變成狀態變 還有你就是代表你有發展到兩邊的功能 所以其實是一件好事來的 那如果我是不同的狀態下 即是我今天可能我現在很開心 那我去做一個NBTI test 還有我真的自己一個人正正地做 其實結果出來會不會有不同 是的 這個問題問得挺好 我覺得最重要是做這個test的時候 你是要心無旁貸 還有你是沒有人去judge你這個答案 OK 因為有時候可能他們就會覺得 我覺得自己是這樣 我想成為是這樣 所以你就會填一個你以為的答案 理想中的自己 是的 理想中的自己 和現實做決定的自己是不一樣的 所以就要撇除這些鼓勵去做這個test 還有就是 通常就是為什麼有些人 其實你看上去明明很外向 但其實他們是叫人來的 就是因為在社會化的過程中 你出來做事 你醫治的那一面 你要迫著去發展 你迫著要成為一個工作上的醫人 去跟別人社交和合作 但其實心底裡 你其實很渴望自己一個人 我經常都覺得自己是叫人 真的 我是那些 我同事說 為什麼你上班這麼愛 但你下班之後很開心 真的好像一個醫人 然後我說 但我是一個醫人 就是你有時候會被這些 去框死你自己 想究竟我是一個醫還是一個愛 其實沒所謂的 我覺得最重要是自己舒服 是的 METI 就可以當是一個了解自己的工具 但除了剛剛欣欣說 有時候我們就著自己不同的狀態 去做個測試的時候 當然會有不同的結果出現 還有我們看到四個英文字 但有一個百分比例 沒錯 例如你五十一比四十九 就已經說了你是偏向某部份 所以其實都有一個叫中位數 就是不一定是 說你是那四個英文字 就一定是那個成果 是的 很多問題我都是偏中間 我發覺也是 那就是證明你有好好發展 你兩邊的功能 其實是好事 我很努力去另一邊發展 因為我太偏中一邊 就證明你其實有些功能 可能我太感性 但有時候很多事情 你太感性做決定 那件事就不好 那件事反而測試了自己的NBTI 就是你可以向另一個方向發展 令到你的人比較有彈性 沒錯 我是這樣想的 可以令到自己更加進步 對 成為一個Bad to me OK 那今天就很感謝Simon 和欣欣上來跟我們做這個Podcast 希望大家聽完今集之後 都可以做一個NBTI的測試 去了解到自己的性格 再在職場上好好發揮 還有其實欣欣本身自己也有一個頻道 我看到她也有說很多關於NBTI的事情 是啊 如果大家有興趣也可以去看看 還有我們《師傅教學》 其實《聚星》一集也有說到 如何將自己的性格去最大化的效益 大家如果有興趣 都記得可以去看我們的《師傅教學》 那我們今天的節目時間就到這裡了 我們就下次再見 拜拜 謝謝 拜拜